先认为镇乾隆针对被贴红丹黄丹而自行拆除的民众 也渐行比照建设处强制拆除之建物处理相关废弃物 并由县政府统一规划 不应该有所区别 另外地震可能会导致家具翻倒 中屋掉落造成财损 甚至更严重还会导致房子变形倒塌 而进一步引然加重破裂管线 导致电路短路而造成火灾等 应该趁机会来推广补助安装火灾警报器 现言曾强如表示建设处针对天王星统帅大楼 两件链池倒塌大楼等等都有进行拆除处理 不过这次被天红丹黄丹的民众必须自行拆除 还要建筑物处理相关废弃物 可以说是支出另外一笔费用 也请县府能够统一规划不应该有所区别 这次红丹黄丹有将近100% 那有些是没有立即危险性的部分 那红丹子黄丹 那政府机关没有主动去拆 那就让我们自己的住户他自己要去拆 那一栋30万自动拆除的一个费用 我想那是不足的 那还有他拆黄丹 拆完后的那个土方 也没有办法得到我们公务部门的协助 那自己要送到我们所谓的民间土质场 那民间土质场的时候会动成一顿要三五千块 我想这个也不是一些灾民所可以负担的 所以说在议会 那就是跟我们的县府相关单位来研议 是不是红丹当他自己拆除的部分 可以比照我们县府拆除的 直接可以进到我们博物厂 让我们的土方有统一有一个后细的一个我们县府的一个企划 我想这个是我们民意代表站在义士殿堂 就是要反映我们地方的民意 那相对的看到我们这一次零四零三零四二三 也造成了很多我们大地的山上的一个土石流部分 因为花蓮是一个地震频繁的地方 又是一个台风多的地方 我想台风季也到了 我们的县府主管机关应该要因应 台风来我们山上的土石会不会来滑动 而造成了我们民众的一个生命财产的一个问题 我想议会殿堂就是反映民意的地方 所以说今天带着地方的民意 地方的反映的心声 来跟我们先生来反映我们零四零三 种种的一个素质的话 我想让县府之官了解我们地方的需求 这个就是我们的民意代表责任 我想本着民意代表责任 也希望我们民众如果有任何需要 民意代表来协助的部分 尽量来跟我们反映 我们一定会切实的反映我们地方的一个心声 来让我们县政府主管机关来了解 另外地震可能导致家具倒塌 重物掉落造成踩损 甚至更严重导致房子的变形倒塌 进一步仍然加重了破裂管线 电线短路造成火灾等等 也请欢迎一些消防局应该趁机 推广辅助安装火灾警报器 来防止意外的情势发生 记得终于欢迎收到